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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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早安 是不是先请我们环保署 好 请魏署长 民委员武安 署长 是解冻预算 但是呢 我觉得虽然没有我的提案 我觉得今天 环保署要叫人家给你们钱 你真的要好好的想想 环保署的业务做好了吗 大家都在讲说最夯的 这个厨宇的问题 或者是空气污染的问题 那我今天要讲一个最沉重的 环保署的最核心业务 就是废弃物管理的问题 而今天啊 在这个月 11月初 还屡屡发生 炉石脱流渣 埋到农地里面 然后在富途继续种 这个继续种植 然后呢 据我所知 屏东县政府去调查 两个乡镇 然后稻采农地的沙石 光了以后呢 再回田这些炉石脱流渣 这样坑洞啊 调查起来大概有几百个 我们都知道 炉石脱流渣 重金属 带奥辛 强酸 强碱 这样的东西 在我们的农地里面 不断地污染 污染再污染 就是无法可管 真正的问题 就是无法可管 而今天的法律 症结 环保署跟我 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 就在于 现今的废清法 跟资在两个法律 有问题 有漏洞 需要给它修复起来 要嘛 废清物循环利用法 整合起来 如果不行的话 你们碰到业者压力很大 你们不愿意推了 那也要赶快把 废清法的漏洞给补起来 我今天看到的 卫国厌室 从一年以前 我们开完工厅会 审过这个法案一次 就搁置在那里 其实最大的障碍 就是环保署不想做了 今天让台湾成为毒物岛 让台湾的农地成为一个 处处污染的农地 让台湾的所有的 这些农作物都潜在着 被污染的这个危险 环保署责物旁贷 今天你在这里 急着把除雨的事情 丢给农委会 急着摆脱环保署的责任 今天你们扪心自问 你环保署 你的废弃物管理 让台湾全会毒物岛 这件事情 拖了这么久 拖了这么严重的状况 每个月台湾四处各地 都还在这样子 把有毒物质 弃至在农地 污染农地 更不要讲 今天的空污的问题 PM2.5的问题 好像很吱吱 沾沾自喜 在讲说 进步了要公告了一个 什么样的法规 事实上 事实上 因为平时代乎职责 现在舆论来了 临时抱佛脚 端出来的法规预告 到底是不是完整的法规 都还有待上去 我今天在这里 希望剩下最后一个月 第八届就结束了 第八届的立法委员就结束了 12月中旬大概就不开会了 有没有机会应该要把 废弃物循环利用法 或者是单独的废弃物法的修法 好好地给它修好 就是这样子 其他都不用说 把更好的制度端出来 其他在这里都是 喷口水 没有用的东西 把一个法好好地修好 把法给立出来 这个就是你该做的事情 是不是请回 是 关于这个二法合一 事实上我们在本委员会 也读了好几个条文 那么后续就是对于很多定义 还有里面这个过程 更要严格的把关等等 其实也跟委员您这边 有过很多的协调与协商 现在就是我们要严格把关 你们反对我们的条文 就搁置在那里 然后环保署就不想要 也不急着要通过这个法律 剩下一个月 要不要拼拼看 这个会期我们来继续努力 我们还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法规 如果这个会期不能 当成一个重要的法规 嘴巴讲讲 台湾的读物岛 有读了事业废弃物四处流窜 不是环保署的业务吗 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没法可管 最后就用 违反区域计划法 罚六万 不是用环保法令罚的 这件事情还不急吗 还不严重吗 我们尽快 我每看一次新闻 我心就同一次 跟每位友员继续来沟通 我们也希望这个会期 我希望你是真的 真的 愿意好好的思考这个法令 愿意好好的认真 面对我们这些满目疮痍的土地 四处被污染的这些农田 我希望你真的是那么的 去年九月费使用油这个案子 发生的时候 我在这边的回答 以及对媒体 乃至在院里面 我都表述过 我们希望这个二法合一 能够成为一个重要法案 嘴巴讲讲啦 看到林淑芬的版本 这么的严格管制 就反对就搁置了啦 主席 大家也问不下去 要不要做 你就拿出你的诚意出来 马上来 大家来拜 来信 马上 私底下赶快协商 赶快让他过 我们继续跟委员办公室协商 也麻烦主席这边 我们也请求来赶快排这个 这个本委员会的考虑 这个法一天没过没修 调文往下 没力 我们永远愧对土地和人民 先这样子 我们现在下一个请劳动部 谢谢 请陈部长 委员好 部长 今天的修法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遗憾 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进步 但是法 入法 把行政准则入法 参考准则入法 只做了一个半套 而且把对劳工最重要的保障 的那半套 没入法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委员是讲经纪禁止的部分吗 对啊 哪半套没放进去 我们的行政指导是里面有规定 就是说 在他两年 这两年的经纪禁止期间 应该要给他一定的薪资保障 那这个部分 可能委员是希望把这部分也入法吧 哪有人本来没有入法 法院去判决 还要参考劳动部的 禁业禁止条款的参考准则 准则里面讲的清清楚楚 至少还要明白的讲 在职期间所给予的一切给付 都不得作为或取代 这个所有的这个 禁业禁止的任何补偿 不能假借任何进口 借口说我以前给你钱了 这最重要的啊 而且要给人家 至少要月平均工资50% 这最重要的啊 法院就照这个判决 结果你立法还要只立一半 我不晓得提案委员的助理 是超了一半而已 还是他真的只想到那一半 另外一半认为不重要 可是我看到最重要是后半段 所以我今天要讲就是说 劳动契约的管制啊 到底是要采行行政管制 还是司法管制 如果我要采取 事前主动的行政管制 那么就好好的把这个准则的全部 都入法放进去 不要 不要在那里 抄这个行政准则 抄一半的 甚至在这个 我要讲说啊 在这个所谓的 第18条最低服务年限的约定 事实上也像是 也像是 这个 我没说啦 这个助理大概很会操吧 依据现在的劳动契约的裁判 大概都采司法管制 就是说我们 事后的被动 对违约的部分是采取司法诉讼的管制 但是因为国内金融诉讼裁判的确立原则 它非常多的实务经验 原则也都确立出来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有民法第247之一条 的这个准用 所以要判断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所以以这个最低服务年限为例 事实上呢 最低服务年限大概就只有两个增结 第一个增结 就是说年限到底要定多久 第二个违约金到底要定多高 那这两个状况在247里面都可以准用 在247里面都有讲到说 受雇人在签定型化契约 这个条款可能因为限制受雇人 行使权利或对其有重大不利益 有显然的失公平的情况而无效 这个是非常的合理和必要性 在这里就可以审卓了 247就有了 然后呢再讲说赔款如果违约了赔款 要赔多少 247里面又讲定型化契约条款 显示公平而无效之外 如果按照252民法第252条 约定的违约金额过高者 法院得减制相当的数额 我今天要讲的是说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热意看到它 要采取行政管制先入法 但是如果你的法条条文定的不是那么的严谨 或是那么的刚好 事实上搞不好会限缩法官的新政空间 所以这个不是说抄一抄 入法就好了吧 要能够真正的恰到好处 当然入法我们是欣然乐见其成 但我现在要回过头来 讲禁业禁止条款 我刚刚讲行政部门已经有个准则 准则超一半去入法 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几个问题 法条里面讲何谓足以保护雇主 正当营业的利益 他说禁业禁止之约定 足以保护雇主的正当营业利益 人家什么叫正当 人家劳动部你们本来就有讲说 有应受法律保护的营业秘密 或智慧财产权等利益 法定的相当的相对的是严谨的 现在的委员的版本说 劳工在原雇主的职位 足可获悉雇主的营业秘密 那何谓营业秘密 那本来的准则是说 劳工所担任的职务或职位 得接触或使用事业单位的营业秘密 或所欲保护的优势技术 而非通用技术 相对也是严谨的 那法现在又修法说 经验禁止条款禁止期间区域 职业活动的范围 就业对象位于合理范围 那什么叫合理范围 等等啦 合理补偿金 那什么叫合理补偿金 哪有法律是这样子立的 所以这样子 这个版本一下去 比法官未来要参采 劳动部的经验禁止参考准则 还要更无法裁判 这跟委员报告 就是有关这个 就是经验禁止的这个条文部分 当然委员的提案的文字呢 当然有委员的思考 可是我们在目前 也有跟委员这边做沟通 就是有相关的一些文字呢 我们还是建议呢 照我们原来的这个 行政指导的相关文字 重点不在这里 把它做修正 重点是委员只抄半套进去 另外半套要不要入法 我提一个修正动议 完全照你们的就好了 要不要把你们这一套准则 全部入法才是关键 你不要照委员的版本 然后把它换成你们的文字 我们现在我告诉你 最增结在哪里 就只有几点 除了委员的版本 最增结就是雇主 对于劳工离职后 应遵守离职后 经验禁止条款约定 可能遭受工作上的不利益 应给予合理的补偿 那于离职经验禁止期间 每月补偿金额 不得低于劳工离职时 月平均工资50% 并应约定一次 欲为给付或按月给付 以维持劳工离职后 经验禁止期间的生活 还有最重要 未约定补偿措施者 离职后的经验禁止条款 无效 这要不要入法才是关键 不要告诉我们说 你们定了一个禁业禁止条款 结果最重要的 对劳工的保障 这一条没有入法 这样这条就定格的 第一 第二 故主 于劳工在职期间 所给予的一切给付 在职期间所给予的一切给付 包括红利等等 不得作为或取代 钱募之补偿 这个才是重点 就这两个重点 这两个重点没有入法 我们反对这样子 半套 超半套的修法 好 谢谢 林熟 慢着 部长 你可不可以同意 我想委员刚刚讲的这部分呢 我们大部分都有跟这个提案委员 有去沟通 那么 其中这个刚刚讲的委员说 雇主在劳工在职期间 所给予之一切给付 不得作为 或取代目前之补偿 这个委员也 就是提案委员同意 把它要再 这个纳进去 但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是要讨论的就是 要不要定名这个50% 你的准则都定了 不敢入法 我们现在是说 因为实务上 现在有很多 60% 70% 80%的都有 不得低于 对 但是常常会变成 文字也叫不得低于 还有 未约定补偿措施者 禁业禁止条款 无效 这个也有 这个我们跟委员 跟提案委员讨论 也同意把它放回去 现在唯一的就是 这个50% 不得低于 所以你到底 还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 过去看到立法的精神 就是你写了一个下限之后 几乎企业就都依照这个下限 他就不会 现在有60% 70% 80%的 你现在这个是什么逻辑 我们讲地板要从 50%起跳 你说我这样子 电会变成天花板 我还真听不懂 这个就是你现在的准则 法院也是这样子判的 法院也是照你准则判的 所以不要假 打着红旗反红旗 不要假借着说 定出这个最低不得超过百分 不得少于50% 然后其实你们在反对 这个50% 我听起来像是你们在反对 我们没有反对 我们其实尊重大家 要入法就全套入法 不要超一半的 委员会讨论的结果 我们都尊重 好 那我们就等着 我本来是要回去选区了 选举了 但是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我要留下来坚持 入法 好 谢谢林淑芬委员的质询 好 那么也请这个行政部门 那跟委员 请不吝点赞订阅